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純球歐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銘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 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接種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王上智商之歌 思銘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丹江大學戰略所助理教授林穎佑老師 思銘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看到的是 來自於華府智庫的戰略即國際研究中心CSIS 發布的最新的報告 特別指出了中國大陸奪取台灣的手段 除了說全面的侵略軍事的封鎖之外 現在是說還有第三條的道路 就是接下來會利用海警等執法機關 要來執行隔離台灣的政策 使台灣的港口無法正常的供應能源重要物資 而因為經濟癱瘓而屈服 好 這個隔離政策 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 是中國大陸的海警警衛隊海上民兵 以各種警察和海事安全的機構使用的是灰色地帶 來對台灣發動全面的這個行為 另外呢 使用的這個隔離政策 這邊特別也提到了中國大陸執法船隻 將會被授權登船進行檢查 目標鎖定的就是台灣最繁忙的高雄港 好 我們現在來假設 如果北京不對台灣宣戰而是採用的剛剛特別提到的這種 灰色地帶的戰術的話 對於台灣全面發動或者是部分隔離是否 台灣第一個 台灣自己也很難防 而第二個 美國對於要不要介入也會變得非常的棘手嗎 像這個如何解讀 我想這次這個CSIS的這個智庫呢 他所提出這個意見 那麼這個意見的角度還是有點意思的 但它並不是新的 我想在裴洛西訪台的那時候 所中國大陸進行的這個圍倒軍演在那個時候呢 算是在台灣第一次感受到一旦被包圍 雖然它是一個軍事包圍 當時有非常多的討論 其中的討論就包括了類似的這種以經濟圈圍壓迫 特別是對於台灣自己內部的需求 比如說天然氣 一旦被阻斷的時候呢 那在當時裴洛西的時候就討論到這種軍事包圍的事件 所以呢 雖然是一個最後從一個軍事的嚴重性或嚴肅性 對於台灣的這個圈圍包圍當中 其實這不是致命的 但是呢 不得不在那時候就思維 中國大陸是不是於是也不盡然需要多武力 因為如果你把台灣天然氣斷了或等等了這些方式的話 台灣自然就可以趨之降之 其實大概當時就有所討論 所以呢 要知道 所以這一次的話 這個觀點當中在最近其實引起不少討論 但裡頭有個新的部分觀點 主要還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也就是這次提出是站在美國這邊 不是在北京的角度思考 那這裡頭那個灰色地帶就是 一旦中國大陸利用海警 它不是用軍事海軍的方式 來把你概念上包圍起來 雖然要知道其實中國大陸現在是海警的方面的配置 它的大型的這個海警的船隻大概有150艘 那麼小型的大概有400多艘 當然所謂這樣的包圍 中國大陸還是可以動用民間的漁船 也可以一起來做這些事情 只不過真的這樣子的灰色地帶來做 你說要把高雄港整圍起來 那海洋的部分運輸的動線 你又真的能斷嗎 那其實在這一次的智庫當中 並沒有明確的去說執行的細節 所以它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概念上的 這樣子的一個描述 概念方向是有點意思的 不過我們海嘯同時來看中國大陸的角度 在所有的對於台灣的部分的所謂圍倒 無論軍事的或者是經濟的 其實中國大陸過去例行在思考當中或討論的 都是一種壓迫性的 躲倒的 所以它不會把你包起來慢慢地等著你 它不是一個慢條思理的來對待台灣 它都是一個強勢的 而且速度 講求速度 在中國大陸所謂的那種外傳108套的 所以對台的武統方面的這種方式上來講 有軟到硬的過程裡頭 大概基本上來講也沒有那種說把你圍起來 慢慢地等待你 然後怎麼招 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所以要大家特別注意的 其實就是說 其實中國大陸其實現在在美國智庫裡 有在探討所有對於台灣的 經濟上的快或慢的壓迫方式 但是但是從北京的角度來講 所謂比較慢的方式不是圍你 現在慢的方式它基本上還是訴求於 台灣民眾你的政治抉擇 如果你的台灣選舉政治抉擇 當中不適選出台獨或所謂外國勢力的 這兩個紅線底線的話 其實這些東西不會發生 也就是說如果你台獨或外國勢力干涉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嚇重手了 它中間其實沒有現在說的這種 慢慢包扭灰色地帶 中國大陸的期待的慢速是 你台灣人民的抉擇 所以同樣的只有一點就是說 現在我們在看說 美國的灰色地帶好像有點難搞 確實是實 但是你說這種那是因為有台灣關係法 設定的部分 它是軍序協防 它並沒有說你它的經濟幫你 什麼其他的部分幫你一起對抗 這種慢速的包圍 可是說實在的 台灣關係法除了美國簽之外 全世界有其他國家跟台灣簽這樣嗎 沒有啊 日本韓國都沒有 所以也在這個過程裡頭 這個概念非常的單薄 那麼概念上方向有的 可是實際執行上就北京的需求 就台灣或美國來的時候它比較空洞 是 協助老師同一個問題 你怎麼看美國這個CSIS發布的這個報告 透過這種隔離或者是這種為而不打 絞殺台灣經濟的這種做法 其實在台灣國內跟西方國家都有蠻多的學者 不斷的主張 但我個人認為 這個方法其實中國大陸未必會用 也是這樣覺得 因為它本身其實有些問題 第一個 今天你要去做隔離或封鎖也好 不論你是有海軍跟海警 第一 我們中華民國應該會採取相關對抗的措施 比如說我們可能派海巡甚至海軍 替我們的天然氣的船護航 那當我們採取這些行動的時候 試問中國大陸執行封鎖或隔離的海警或海軍 他們要怎麼辦 是不是他們要挑戰我們的護航艦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這個說法 其實有個比較大的一個漏洞在於是說 他們認為說我只要隔離台灣 那對周邊的影響可以降到最低 但其實並不進展 因為當它對台灣做封鎖或隔離的時候 其實各國就會開始預想到 那台灣周邊說不定會發軍事衝突 所以當這個態勢一展開 那我們中華民國又決定採取挑戰 或者是護航的時候 這個時候從現在開始到未來幾個月內 所有通過這個東亞地區的海運的保險費跟運費 都會上漲 那這個時候就會對日本跟韓國的海上生命線構成一個挑戰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其實美國的動作反而簡單 它就以我要維護那個東亞的航行自由 我就結合日本 甚至結合韓國 我只要在西太平洋畫一個海上安全區 禁止其他國家的軍事力量或警察力量進來 它就可以達到挑戰 某種程度挑戰中共封鎖或隔離的一個目的 那這個時候又變成中國大陸要去考慮是說 那它要不要挑戰美國的這個海上安全區 所以這個事情所謂的封鎖也好 隔離也好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低成本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低強度 因為這種國際間或者軍事它其實是個互動 這種說法最大的問題是它完全把中華民國視為行動障礙者 不會採取任何的挑戰的行動 坦白講只要我們決定採取相關的護航的措施 那就變成中共要面臨是說要不要跟我們的軍艦或海巡交火的這個問題 那一旦發生了交火 其實局勢搞不好很快就會變成環繞台灣制海權跟制空權的一個爭奪戰 那這個時候其實中共軍方怎麼看這個問題我覺得也很有趣 其實中共軍方絕大多數人是不贊成這種作為的 第一個它跟武力犯台上面所強調的速戰速決其實是衝突的 因為你封鎖隔離就算是天然氣好了 也要9到11天 那這個不但跟中共的速戰速決的主張抵觸 更重要的是它其實這9到11天 其實就給了華府跟西方國家政治運作的空間 甚至於做軍事干預準備的空間 更重要的是中共軍方強調是說 這種有限度的軍事行動其實沒有辦法保證它可以達到 奪戰跟佔領全台灣的目的 換句話說你如果封鎖了一陣子在西方的挑戰之下 中華民國政府還是決定不要無條件投降的話 那中國大陸就還是要面對要嘛 我就是自己摸摸鼻子停止隔離封鎖 或者是進一步準備對中國大陸對台灣採取更高的武力行動 但這個時候你要再去對台灣本來採取武力行動的時候 台灣跟西方國家某種程度都已經做好了相當的準備 所以其實共軍軍方最起碼在軍方裡面是不贊成這種方式 是 好我們隨時看到現在台海衝突 當然是還沒有上升到軍事的層級 但是中國大陸海警今天我們要特別來聊的就是海警 近期真的是動作平平 我們來看到陸方這些年做了什麼事情 先是陸方將10艘的054型的護衛艦改裝成了海警船 另外還被拍到說我們畫面上看到 正在打造的是以052D驅逐艦為基底的新的海警船 那中共其實對海警單位的重視早就可以看出了 我們來稍微回顧幾個重要的事情 2018年的時候當時大陸的海警局就被納入了解放軍的武警編制當中 那我們來看到它的這些公務的執法船的盾位 千級以上現在有150艘 2000噸以上的執法船也有68艘 再來就是1.2萬級的這個盾級的公務船有兩艘 總盾位現在已經超過36萬噸是世界第一了 那也是規格超出了各國海警單位的一個配置 看得出它在海警上面的配置是真的非常的重視 這會使得北京在第一島鏈更有底氣嗎 馬英佑老師 這邊的話我先用一句鄧小平說過的 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所以其實現在對中共來講的話 它也知道不管是海警還是海軍 能夠派上用場的就是好的一個武力單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可以去看到的是 中共它非常積極的去拓張也好 或者是去加強也好 去加強它的一個海警這樣的一個單位 那我們直接來看它的一個海上的一個盾位 以及我們這一次這個新聞有去講出來的 它的一個外型跟動物量是有一點類似的 那可是這邊一個為什麼我們一開始會認為說 它應該是用在海警上面 因為它沒有飛彈隨時發射的位置 等於說它會變成的是它要單純的是靠盾位 跟它的一個衝撞或是它的一個傳統的火炮等等 這個方式去達到制海的目的 會變成它希望的還是你的海軍跟海警 這邊的船隻在任務上面還是有一點不同 那當然你可以說因為它為什麼不裝飛彈 除了說避免發生一些更意外的衝突之外 另外也有可能就是這個成本的考量 如果你要再把它放上去這個飛彈的話 那你這一邊不管是切彈管理啦 或在生產的時程上面啦 有可能會比較delay一點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 它會用海軍的船艦做基底去改造成海警 配合之前我們看它有這個動物式的護衛艦 也移交給了海警 這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它的一個後勤保障 所以會變成我一個船廠在維修的時候 可以同時用海軍的船海警的船 我同時都可以利用這個船廠來去做一個後勤補給 甚至是油料以及最重要的人員 如果我今天這些海軍在適當時候 是不是可以去轉服役為海警 或者是今天狀況已經提升了 我人民解放軍海軍有一些損傷了 人員不夠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趕快把這些 具有同行船操作經驗的海警警員 轉調到海軍 所以其實中共它是考量 主要是因為希望可以達到它的一個 後勤的一個管理的一個模式 那另外的話我們其實還要去看到的 就是在這一個在這一個組織上面 其實我們一直講這個海警局 可是海警局在2018年納入了武警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在2016年的軍改之後 武警其實它已經完全納編在 中央軍委會的指揮體系底下了 所以其實現在的一個中共的一個海警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準軍事的組織 甚至對於現在中共他們經常在說 我們在看上次聯合力艦的演習 它其實對台灣本島這邊可能是以海軍為主 但是在離島外島這邊呢 它居然是以海警為主體 來進行一個海上的一個行動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戰區連戰指揮體系之下 它的海警其實是納入到軍隊整體的 解放軍的一個聯合作戰體制底下 這個其實也是呼應到 其實剛才兩位這個老師們有去提到的 CSIS的這個報告 因為我其實去年剛好有個機會也是去CSIS 我們那時候就有去談論到 不管是隔離也好還是封鎖也好 其實在這邊它會使用的 不會是只有海軍的一個力量 特別是海警要特別注意 因為其實不管它是隸屬單位是如何 但是就一個國際的規範 或者是中共自己對內的一個宣誓來看的話 使用海警在代表是一個司法的一個事件 甚至是一個海上警察 是不是對於對中國來說 這是一個對內的事物 它是會希望用這個方式去多做一些區別 去區別出來說軍事情動跟海警 可是其實也如同剛才學長有去提到的 就是說如果今天兩邊真的有要進行封鎖 或者是在這一個隔離的時候 那中華民國我們的海軍海巡 我們出去的時候 這就變成兩邊會去爭奪制海權 但是在爭奪制海權會不會開火 我個人會認為就像這一次的 菲律賓的事件 其實雙方並沒有駁火沒有開火 可是會使用什麼冷兵器 會使用什麼水柱 會使用什麼衝撞速度 這個時候就是船隻的盾位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們仔細去看 它為什麼會去選用這種軍規級的船隻 甚至是動物量它其實是七千噸 而且它擁有這個萬噸級的公務船 它的目標就是去確保 未來即使不會去開火 但是在比拼盾位上面 這水柱的水力上面 我可能還是比你極高一筹 是 海警的整個地位已經完全提升 現在是做來軍事準備的一個準備了 我們同樣也是看到兩岸問題 再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最近發佈的 這個懲治台獨的意見 那它特別提到分裂國家最重可以判死刑 而且追逐歧視20年的一個追溯 我們來回顧過去幾年 陸方透過不同的政策來做制裁 包括反分裂法、國安法 制裁所謂的台獨份子 並且強化法律戰 那我們也來看到這次端出的成獨的意見 到底是什麼 不過央視這兩天似乎也在滅火 特別強調只是針對一些特定的台獨人士 是怕傷到一般老百姓的心嗎 上志哥怎麼看 我想提到這個法令的修正 大概在5月中旬的時候 當時針對台灣的一些媒體人 當時國台班就講說要針對於法令 說他就是要成獨 可是成獨要用什麼樣的法呢 過去其實在台灣被視為列入 正式列入所謂頑固台獨分子 包括蕭美琴、王定宇等等 賴清德總沒有被放在裡面 那大概有10位左右 那麼當然上次這個所謂媒體人的這個部分 是引起不少的爭議 所以到底整個處理台獨問題 所謂這種反分裂法或者國安法當中 它其實是中國大陸總體的一個 國安的包括主權的一個大的框架 但是台獨這個部分要怎麼處理 過去並沒有一個詳細的你說相關的細則 所以這次是針對於這個法令當中 所謂的台獨分子是什麼 他們做哪些事情 以及是哪些領域 比如說在這次感覺起來 是不是包括先前媒體人的部分 就比較淡調一點了 為什麼這樣講 在這次的當中雖然也有具體提出說 包括文化、媒體、傳播各個領域當中 也包括不只是在政治領域的人物 但是這裡頭所提到的部分 可能他所針對的部分 還是只說以台獨的分裂 特別比如說 你在做一些台獨的組織 成立一些組織 這種具體的行為 那麼如果在言論上當中的 一些有爭議性的感覺起來 這一次法令的切割來講的話 就沒有那麼針對於媒體人了 所以當然這裡頭是這樣子 中國大陸需要 在所有任何的部分的法令 那麼都需要最後有一些 就如我們在台灣所謂的施行細則 這個法令究竟怎麼樣來採取 他們的司法機關究竟以後 如果真的在中國大陸 或境內或任何的方式 那究竟要怎麼來辦 來辦理 他必須要有法令的依據 他終於說出來了 那當然就像剛剛講的 這幾天有稍稍的修正 與其說是這樣子 因為在這個法令出來之後 在台灣還是引起從政治 包括在野黨也是 大家都嚇了一大跳 覺得是不是會擴起一般民眾 非常害怕就是說被擴大解釋 所以感覺起來是中國大陸 就隨即其實又稍微做了修正 告訴大家它是針對台獨分子 要列入清單裡頭 而不是說你到中國大陸當中 你稍微說三道四一下 講講話什麼之類的就非常危險 影響到兩岸交流的這個部分的意願 最後一點我想在過去 我們都有感覺 中國大陸會抓了一些人 在台灣同胞講話等等之類的 但各位注意的話 他當時大概抓的都是一些 在中國大陸境內 針對大陸人權做一些批評 甚至有一些行為 像包括法輪功等等的 這些爭議的 那麼針對於台獨主張 在中國大陸目前來講 還沒有實際抓過人 所以有時候到底什麼樣的方式 第一抓是誰 是什麼樣的方式 才能夠凸顯出這次這個 規範這個法令當中 實際的效應跟對象 我們可能還要等一等才知道 我們來持續來關注到的是 接下來看到美軍的第一島鏈 有什麼新的動作 畫面上我們來持續看到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司令 這位是史密斯 他表示呢 季夏威夷和日本衝城之後 美國計劃在未來幾年內 要在西太平洋上的關島 部署第三支的陸戰隊 濱海作戰團 負責第一島鏈的迅速部署 濱海團成立目的是在對抗 中國大陸的攻擊 並且要來成為能夠保護日本 南韓菲律賓的一個威哲利 好 看得出來就是這個隊伍 就是劍指中國大陸 但是一旦台海真的爆發衝突 美軍又要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在距離台灣咫尺之咬的小島 來立刻備戰 有哪一些困難的地方嗎 馬介仲老師如何看 好 美國的這套構想 它其實叫做遠征前進基地作戰 它就是希望是說 當如果美軍要在西太平洋 跟中共交戰的時候 他先把他的陸戰隊 未來可能包括陸軍 先編成一些比較小型的 高機動性的這種遠征特遣部隊 那當有狀況的時候 他就可以從鄰近的基地 比如說沖繩 那加上這一陣子 美國又跟菲律賓 重新啟用一些基地 他可能就沖繩 或者是在菲律賓的這些基地 緊急出發 然後搭乘這個 比如說直升機 或者是V-22的這個 傾斜式的懸役機等等 就快速地部署到這些島上 那部署到島上之後 緊接著呢 用空運的方式 運這個機動的反艦飛彈 跟防空飛彈 進駐這些島鏈上的各島 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當如果中共的海軍 中共的艦隊 或者是中共的機群 要從這些島鏈之間的缺口 突破進入第一島鏈 進入西太平洋的時候 他希望這些已經快速部署 在島鏈上的這些 遠征前進基地作戰單位 可以發揮一個阻塞的效果 運用火力去封鎖這些通道 然後呢 能夠阻止中共突破最好 不能的話 也要遲滯它的突破行為 這樣子呢 可以讓它在第二島鏈 在關島 甚至夏威夷的 美國海空軍的主力 可以迅速地前進到 部署到離中國大陸 大概八九百公里的地方 變成一個分散式殺傷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有共軍的軍機或軍界 穿越了這些島鏈的封鎖線 那在島鏈大概八九百公里之外 美軍這可能有十幾個這種打擊群 分散部署打擊群 就可以運用遠距精準彈藥 去攻擊突破島鏈的 中共的海空軍目標 這是美軍的作戰構想 但是如果用到武力犯態的話 我們其實擔心會有一些些缺口 會有一些些問題 第一個 美國現在的部署 在宮古海峽方面主要是靠日本 日本現在在西南列島 加強了各種的雷達監視設置 跟反艦飛彈 可是當中共武力犯台的時候 日本能不能夠阻止 用武力阻止中共的軍艦 通過這些海峽 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日本根據它的飛戰憲法 只有在日本本土或機艦 遭到攻擊的時候 它才能採取軍事手段 甚至於如果只有美軍 在西太平洋跟中共交戰 日本也沒有參戰的義務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中國大陸現在 也在採取一些行動 比如說 當它的航艦戰鬥群 如果有三個的話 就是福建號 2026年開始服役 它當有三個航艦戰鬥群的時候 它可能一個航艦在港內 一個航艦在南海訓練 一個航艦在哪裡 台灣東方的西太平洋 所以說它就會常態性的 在台灣東方西太平洋 做常態性的部署 一個航艦戰鬥群 那等中國要武力犯台的時候 其實它的航艦戰鬥群 已經就位了 也就不需要再冒險去突破島鏈 所以美方的這個做法 在運用在武力犯台的場景的話 目前顯然最起碼在計畫上 還存在了一些缺口 這個缺口就要看 各方怎麼樣去把它填補起來 是好美方的部分看起來 戰略上還是有許多的缺口 盈佑老師有怎麼看 其實剛剛提到的 菲律賓 南韓 日本 都有和美國軍事同盟 但台灣沒有 所以真的會協助台灣作戰嗎 這邊的話 我們可能要講的就是 美軍在現在的一個作戰概念裡面 它不會再是像過去 96年飛彈危機 航空母艦開過來這一邊 靠近台海來進行作戰 反而有可能 比較可能的是 它可能什麼EC-135 或者是P-8 或者E-3 那種電子作戰機 會飛靠近台灣 因為今天解放軍 如果要攻擊台灣的話 一定會用電子頻譜的方式 去掩蔽台灣上空的 這一些雷達 或者是首先就會先 攻擊你的這些電子的 C4ISR的這些設備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台灣這一邊的一些武器 是可以跟美國連線的話 那美國可能就會提供訊號給你 告訴你說 你打這裡就好 打這裡就好 這一套美軍的戰術戰法 已經在烏克蘭戰場 已經實驗了 所以其實接下來就是 最近美台兩邊的軍事交流 可能就相當主動在這個地方 但是這裡的話 其實中共也知道 美國跟台灣 希望走這樣的一個戰術戰法 所以其實對中國來說 他會希望今天的戰火 只要把它控制在台灣海峽 周遭就好了 會變成這場戰爭 可能是很小型的 小型快速 首戰極決戰 在日本 南韓 菲律賓 甚至美國 還沒有來得及反應的時候 可能這場戰爭 已經快速的 已經接近終點 已經這邊 台灣甚至這邊 有可能已經會變成投降的一個狀況 這是中共會希望在短時間之內 台灣會希望台海有事 各國有事 可是今天對中國來說 他會希望台海有事 不干你的事 會希望用這個方式 去劃開這一條線 讓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去介入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 在2022年的時候 裴洛西當時的 中共對台的一個軍演 當時打了一個飛彈 落入了日本的EZ 這個其實會讓日本更加緊張 甚至會讓日本更有理由來介入 這個台海的軍事衝突 可是我們看2023、2024 兩次的聯合力艦 中共就沒有打東風飛彈囉 反而是用傳統的一個 傳統的機艦 嘗試來對台灣進行一些逼迫 或是威懾 甚至是結合我們剛才這個 CSIS也好 或我們剛才討論的海警也好 開始會用的是 傳統的海上的這一種 進破的方式 去造成民眾或商船 或者是其他國家感覺到 好像我不要管台灣 不要靠近台灣 就不會有我的事情了 這個其實就是 今天美國跟中國 兩邊之間的博弈 現在台海這一邊 各自的盤算 好 我們持續看到 除了說在海上 剛剛我們聊了非常多之外 我們往空中 美軍近期在空中 又有哪一些的部署 去年8月份 五角大廈拋出了 這個複製機的計畫 它希望能夠儘快部署 數千具便宜 又可以承擔損失的 這些無人機系統 來對抗中國大陸 那最新的消息也指出 美國陸軍計畫 明年內要部署超過1000架 我們畫面上持續來看到 這個叫做彈簧刀 600型的自殺無人機 好 這個自殺無人機 我們來看到專家怎麼說 這是來自於退役的陸軍中將 帥化名中將他說的 他說另外一型 也就是他特別提到這個 彈簧刀300型無人機有缺點 這個缺點就是說 它的彈藥不是 他特別說的是反裝甲類型的 錐型的裝藥 恐怕很難對付 安裝這些防護柵欄的裝甲車輛 再加上他也特別提到 會面臨電子干擾 所以他認為無人機根本就是垃圾 好 其實拜登在2022年 這個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 就使用了大量的無人機 但是這個當中也包括了彈簧刀系列 這個自殺無人機 但是聽說是 成本效益整個都太低了 所以停止採購了 現在賣給台灣 大家也會想說 怎麼一回事 上次哥如何解讀 我想這無人機的議題呢 是六月中旬 美國的印太的司令 帕帕帕羅他特別有提到 他認為 那麼應該在台灣海峽上空 部署這個無人機的 這個大批的無人機 而且他稱呼作為台海地獄 感覺起來這個威勢不錯 話才說著 我想是不是就是為了這個軍售在暖身呢 還是說現在這個軍售是呼應的 那麼這一次的這個無人機600 當然它是在台灣當中來講 它的航程比較遠 那麼能夠攜帶的部分火藥也比較多一點 大概40公里 那麼遙控沒有問題 但是造價116億台幣 相較於在美國方面 那麼提供給烏克蘭當中的造價來講 真的是貴很多很多 那當然其實無人機在烏克蘭戰爭 其實確實在兩年多前 初出世面 在這個戰場當中應用的時候 真的讓12人都維持眼鏡一亮 但是你不得不說 真的行情有點開高走低 是不是 真的像我們最近的股市一樣 哇AI類股 然後現在跌了死去活來 對 所以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一開始大家難以想像 就發現說 把俄羅斯的坦克打了死去活來 結果你還可以就是 烏克蘭的這些將士 官士兵 他們其實遙控也很安全 其實對我們過去來講 大家就是薄命相抵的這種戰爭狀況 那麼有個全身的視野 而且無人機把你拍下來 大家有親身感受 就倒不只說人魚亦雲 但是其實後來就發現說 第一個這個造價其實是貴的 相較於這個污人機 而且後來發現 烏克蘭的 因為有些污人機 也不是一種無止性的供應 他們也會被打下來 那麼也後來發現 烏克蘭乾脆用很便宜的 還用大漿的 中國大陸 然後組裝組裝 裝一些小的那個炸彈 然後呢就還是可以 打到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發現好像不用這種 專門的軍事這麼貴的 所以我講說 航行開高走低 可是我想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頭 要特別注意的部分是 第一點 美國的部分自己在2024年的 有關於這個國防採購法案的 這個採購清單裡頭 沒有放入無人機 特別是沒有放入彈簧刀 那這什麼意思 所以這有沒有真的到貨的感覺 所以帥當軍就在批評這個東西 你覺得這麼好 你自己都沒有採購什麼意思 第二個部分其實在 在這個應該是在歐洲的 有些媒體 評論區才有報導說 這一次後來無人機表現不好 主要是烏克蘭戰場當中 被應用了很多 所謂的反無人機的這種 電磁干擾 而且這個電磁干擾當中 大批量的 其實有相關的技術 讓無人機沒有辦法發揮 要不就叫下來 要不就直接返航 那麼這就使得無人機真實的效應 不像在戰爭初期的時候 那麼受到歡迎 而且具體有用 所以到底這個電磁波的部分的狀況 如果要干擾 那目前來講 沒有很詳細的披露 因為你一旦披露的時候 無人機的市場就 軍用大概就完蛋了 但就我自己了解 因為2019年我有去過大疆 到公司參訪 在2019年的時候 大疆就在那時候 就很多投資 我是作為一個投資方去的 去了解說 他們那時候在談很多 就是所謂的 反無人機的這樣子干擾技術 跟他們怎麼反干擾技術 所以這種 所謂透過電磁的效應的方式 無人機壓制你 讓你就沒有辦法用 或者去導航 還甚至可以奪取你 把你導航 本來你要打這個探科車 他把你導航去打你自己的 其實在2019年 那麼多年前其實 就已經有技術在探討 我相信現在是更成熟 所以反無人機的部分技術 在POPER這個印太司令裡頭 他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不知道他是故意不講 還是他專業上不夠 所以無人機 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 那麼樣的神奇 那麼反干擾技術 我認為未來會有更多的機會探討 是 謝謝 謝謝 謝勝之歌補充 好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這一節我們持續的關心的是中飛的南海爭議 菲律賓的海軍跟中國大陸的海警 在17號南海爆發劇烈衝突之後 雙方關係非常的惡劣 我們持續來看到最新的 非國總統小馬可是又說了什麼 他特別說在巴拉旺 他那天慰問了80名的兵官 還有發動這些勳章的時候強調說 非方不會被任何人給嚇到 那他也說我們在菲律賓史上 從來不曾向任何的外國勢力來屈服來低頭 另外他也說他不會挑起戰爭 他始終致力在和平的解決紛爭 另外來看到的是美國媒體CNN 也做了一些大幅度的報導指控 大陸的海警對非國的軍人揮舞刀斧 武器甚至劈砍刺了非國的充氣船 根本就是明目張膽的侵略行為 美方的說法又是什麼 我們來看到這位是美國負責 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 國務卿康達他特別指控 說中國大陸嚴重破壞區域的穩定 還說華盛頓 我們已經向北京明確表示了 美非共同防禦條約的義務 而且他特別說這個是鐵打的 中非之間的這個條約 他說是鐵打的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來近期看看 嘴巴上這麼說 近期實際的動作又有哪一些 美方近期的動作在中非 爆發一系列衝突期間 我們來看到的是 雷根號跟羅斯福號等等的 航母都已經駛離在第一島鏈 現在已經都不存在第一島鏈了 那有專家解讀說美國很聰明 他是擔心菲律賓透過這個 最大的展開目標就是劍指中國大陸 針對此呢 我們來看到的是前立委郭正亮 他說美國地形軍演有什麼用 碰到菲律賓有事 他也不願意和大陸發生衝突 相對來說 中國大陸在近期的南海的動作 也比較多 是比較有底氣吧 今天請專家來做解讀 他透過07527攻擊艦 071登陸艦來封鎖南海的先兵礁 另外被看到說055的部分 也現身在南海了 如何來看現在小馬可是台面上說 無意挑起紛爭 但近期私底下確實動作比較多 接下來還可能有哪一些動作 尚之哥如何看 我想小馬可是在這一次他當然講了一些 強硬的部分態度 但是也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他強調的還是他們自己 對於維護主權的這種堅定 然後也強調說不會對於任何外國勢力屈服 但他就不敢直接點名中國 也都沒有辦法點名 我想我們現在其實回過頭來看整個 所謂的這個南海的部分的爭議 現在小馬可是大概基本上都是動輒 他就是發言 但是你來看他整個對應的 首先我們看在北京方面 始終來講現在就是外交部的發言人 最多最高的等級 就這樣子來回應而已 就外交部 他甚至也沒有到外交部部長或王毅 乃至於更高的中南海當中的這些 也就是說處理這件事情 在菲律賓已經上綱到總統小馬可是的規模了 可是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其實還是把他這樣小貓咪對待 原來我這樣來形容 所以而且要注意整個在南海爭議當中 其實菲律賓其實一定要強調 這南海當中中國的野蠻 可是你發現除了菲律賓之外 圍繞南海當中的無論越南 柬埔寨或馬來西亞 相關的這個海域當中 大家其實他沒有意見 沒有人跟你菲律賓站在同一個陣線上 所以菲律賓在指望美國當中的支援 現在倒過以後來看 我覺得小馬可是有一點點 因為他過去就是小少爺 公子哥出身嘛 所以我覺得他透過這個東西表達 對內部的一個強硬的態度 補足他過去其實你知道就是 就是頑固子弟這樣子治理的部分的形象 感覺起來現在回顧他有一點這樣的傾向 只是說他所仰仗的美國這樣的勢力 作為他的背光 希望給他部分支持 我們看到美國部分其實到目前還是謹慎對待的 甚至除了包括國務院當中 說了一些批評中國大陸的部分的重話之外 其餘的部分並沒有更多的外交的動作 包括軍事動作也都沒有 所以從我們簡單來講 我們就現在在中國大陸在6月15號 正式決定採取這種強硬的措施 而且中國大陸的部分一步一步 早先是只有海警 現在除了海警在前面 包括登船檢查搜捕等等的 這一些的處理之外 背後同時搭配著海軍 所以他們也是沒有等閒視之 所以中國大陸大概在處理這方面來講 實際的執行上 還有我剛剛講政治國際外交當中 非常拿捏的部分非常準確 不會跟你菲律賓跟你小馬可 是隨之起舞 在處理南海政治上 我覺得中國大陸大概到此為止 就是說它的方法論 跟它的外交的定位清清楚楚了 現在當中其實我認為菲律賓差不多沒招了 如果美國沒有更進步的動作 國際宣傳輿論當中也引不起更多的共鳴 能做的大概就這樣子了 好中方在政治外交上面 官方上面我們現在看起來還是比較謹慎的 至於實際在軍事上面的部署有哪些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這個畫面上的左下角 是零七五零七一零五五都現身在南海 可以給他們帶來多大的一個威者力 來對美國的部分 那選這個這當中包括了萬頓大區嗎 選這幾艘的主要原因 傑仲老師怎麼看 好首先這個零七五零七一 運用在南海上的話 它主要是用這個暗示中共會用這個直升機 用空洞機動作戰的方式去佔領這些島礁 那零五五因為它的火力特別強大 它除了有長程的防空飛彈 也有長程的反艦飛彈 甚至還有長程的巡弋飛彈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火力艦的一個角色 那就代表說必要的時候 這些軍艦可以在中共在南沙群島這個基地體系的支援之下 對於周邊進行一個火力非常強大的打擊 不過我們必須知道 中共這個動作其實是它目前在南海 特別對菲律賓跟美國一個強制外交的動作的一環 它用這個軍事力量的展示去暗示 像華府跟那個馬尼拉去暗示是說 如果你們要繼續升高的話 那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在升高 那這點對於華府來講 我覺得就會特別的謹慎 因為目前11月要選舉的拜登總統 手上已經有兩場戰爭 讓他焦頭爛額 沒錯 如果這時候在南海或者在台海 又跟中國大陸發生軍事衝突 那對他的選情來講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利 所以北京其實是看準了華府目前的這種 有一點點這個投鼠忌器的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他就擺出了一個軍事的姿態 那主要是要告訴華府說 如果你對於菲律賓非常的支持 或者是說不在這個中間做一些管控的話 那很可能到最後是中國大陸跟華府就會爆發軍事衝突 他在暗示這樣一個場景 但是中國大陸基本上在處理的時候 還是非常的謹慎 因為它的低線基本上還是由海警來做 那中共之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底氣 最主要就是它在2012到2016年 在南海填海造陸填出了七個基地 那比如說那個美濟礁 其實就離仁愛礁只有40公里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中共的海軍跟海警 可以以美濟礁為一個基地 然後呢向仁愛礁去部署 去長期的部署投射大量的武力 所以中國大陸目前依照海警的船艦 就大概就可以控制住這個仁愛礁周邊的一個局勢 所以短期之內 它也應該也沒有要動用到軍艦的一個必要 那同時對菲律賓來講 我覺得菲律賓應該也很清楚 在這個時間點上 它也未必想跟中國大陸發生軍事衝突 它現在做的動作 有一點點是在相關的法律戰上做準備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菲律賓在仁愛礁上最主要的主權訴求 就是它在1999年擱淺的那個登陸艦 那那個登陸艦的艦體 因為現在已經非常的糟 所以大家都很多人都預測 在未來的一兩年 如果有一個大的颱風 這個登陸線可能就解體了 馬德雷三號 對 可能就解體了 那一旦解體的話 變成菲律賓最主要的主權訴求的標的就喪失 所以它現在採取這些動作 一方面是表示是說 它絕對不承認 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相關的管轄 另外一方面 它其實 我覺得不知道各位應該有注意到 前一陣子它又重新準備上去提出國際仲裁 所以這些動作其實是準備一個法律戰 這個準備是說 萬一馬德雷三號解體 那它可以透過這種新的 也許有些國際新的仲裁的結果 繼續去確保去鞏固它對南海的一個訴求 好 我們看到共軍它靠船艦秀出來 就已經有足夠的底氣了 那針對這個中飛南海衝突 我們來看到美方的態度是什麼 剛剛特別提到康達說 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我們這個東西是鐵打的 但是我們也看到美方實際上的動作 剛剛我們講了很多的航母 只有兩艘嘛 史離第一島鏈 這樣子看起來 他說的跟做的看起來 是否有一些些的矛盾 尹佑老師如何看美方的動作 美國這次航空母艦 它之所以有一些移動 其實它倒不是會是因為說 中共這邊的反應 我個人會認為是 接下來美國要準備 Rimpact環派平衡演習 這是它的一個日常的 一個軍力上的一個調動 那反而我自己會認為 美國這邊的一個態度 以及小馬可士 在這間香格里拉對話上面 其實是非常強硬的 小馬可士在這一個 開場的演講的上面 他的一個態度 會表明今天南海對他 菲律賓來說是非常重要 可是其實今天 就美國來看的話 他當然是會去支持 這一個條約沒有錯 可是他要介入到什麼程度 什麼樣的時機點會去介入 這一個就是今天 美國會在拿捏的一個部分 就我們目前來看的話 目前中國 他其實主要是用海警 來對付你菲律賓 那海軍應該是來對付 最後面的美國 所以其實如果我美國 不要過分的介入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區域的衝突 界定在一個中國海警 跟菲律賓之間的一個互動上面 這個的話我們可以去看 中國在對外的一個行使 這種比較強制外交也好 或是比較一個強力積極的行動也好 我經常會把這個案例 最近的這個海警用什麼斧頭拉 用這種冷兵器來對付菲律賓 這個東西我會把它比你 因為跟之前印度一樣 印度之前在這個 在一個邊境衝突上面 我們也看到雙方有一個堅持不開火 可是彼此用狼牙棒或其他丟石頭拉 用一些比較傳統冷兵器的方式 來去做一個糾紛的話 那這樣子的一個衝突 並沒有去提升到一個國際的危機 所以其實對美國來說 他也不會想要再開一次戰爭 讓把這個戰火在無限上的提升 反而其實現在對美國來講 他會希望的是你菲律賓也要爭氣一點 因為你除了我來幫助你之外 你自己的國防也要起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到 最近的一個 與其說我們去關注美國接下來的行動 不如要去看的是南韓這一邊 他幫跟菲律賓的一個新的船隻 那艘4000噸的新型的作戰艦 其實是還蠻先進的 它的一些概念 理念 以及就這個船隻來講 如果之後他順利服役在菲律賓海軍的話 那一切是會讓南海這一邊 會有增添一些新的變數 那當然對美國的即將要來的Ring Pack 現在台灣也非常多的媒體朋友 都要去做採訪 這次Ring Pack 大家可以去關注的就是 其實不是說他要如何對付中國 而是美國要重新如何把參與國家的通訊 或者是作戰的一個準則 或是彼此之間協同的條約 協同的概念 去建立一個共同打擊的一個概念 一個新的作戰模式 這個其實才是今天 我們在看Ring Pack的時候 需要去觀察的幾個方向 是 謝謝尹佑老師 好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接著我們來觀察新的是 中國大陸和印度之間 這個直飛的民用航班 每月增加超過500班 但是呢 從新冠疫情爆發之後 雙邊的關係 極轉直下 甚至引攔了1962年以來的最大規模邊境衝突 目前雙方直航到現在都還沒有能夠恢復 導致中印的民眾他們在搭飛機的時候 這個時間從六小時以下變成大增到十個小時以上 針對此大陸的官媒也發文指出 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到現在都沒有直航的航班 他說認為是極不正常的 並且指出印度要自己 主要就是被自己的要價心態所主導了 所以呢 他示警說 印度現在仍然是繼續的拒發簽證 拒絕恢復航班 但是我們印度這樣做啊 中國人是大可去別的地方來經商和旅遊的 好 針對這個直航 現在看起來中國大陸叫印度更感興趣 但是印度又為什麼這麼不積極呢 有印度的官員他這邊特別提到說 是因為中印邊界的問題 但是大陸的官媒環球時報 我們剛剛看到的他就是批評 他認為說印度對大陸是一種要價要挾的心態 上智哥如何解讀 現在是中國大陸在討論印度 都只是會稱他們叫老賴 老賴皮的部分的意思 就是說真的是非常負面的形容 無論民間或者是官方私下其實大家都這樣講 所以在這概念上來講 當然印度的外交部剛剛看到了 他已經正說 一切都是因為邊境 中印邊境的問題沒有處理好 話雖如此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講其實特別是牽涉到直航 而且不只直航還有簽證 當你簽證都不給你就表示說 你繞來繞去你也進不了印度 所以所謂的直航影響的部分 當然還是中印兩國的部分的經貿 目前為止我們現在只看到 大概就只有香港非印度直飛當中 一個禮拜才七班耶 那麼多人要去印度做生意 你知道香港一大堆印度人 他們自己回家大概都坐滿了 都不夠做 所以這個部分現在變得其實 特別在印度當中有投資 就非常痛苦 所以這裡頭是不是剛剛講 有什麼要脅之處呢 到底要談些什麼呢 所以這個部分要知道 其實最近來講 我想印度在最近整個 跟中國的關係這些年來 那麼競爭 競合跟合作 但不得不說競爭遠大於合作 當然印度就是個非常非常聰明的賊的民族 一方面來講 它在整個美國的印太政策 戰略上來講 跟美國站在一起 還在經典也都去 可是二方面 在中國大陸主導的金磚國家裡頭 印度又是非常重要的 裡面的部分的角色 所以在這裡頭 兩國人口都那麼多 那麼中國大陸當然現在製造業 對各方面來講是遠勝於印度 但你不得不說 印度在這幾年 包括房地產 包括股市表現得好得一塌糊塗 那麼外資投資也非常多 而外資投資你不得不說 其實最早就是中國大陸過去投資 而且在這裡頭 像中國大陸的手機 在印度賣得很好 去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認為是一個指標 去年中旬的時候 對於小米 小米手機上面一家 印度直接等於是總統那邊 他莫迪他直接就要求的部分 整個印度政府 一度扣了小米部分 在印度的資產48億人民幣 當然折衝折衝 最後還是都退還 因為查小米沒有逃稅等等的 但就知道印度就是很在意 你不能來印度賺我的錢 你賺我的錢 一毛錢都不能回你中國 當時有些爭議性在這裡 當然而且在這些年來說 當美國方面 美光 你叫半導體的大廠 美光在印度投資30億美金 這個規模之後 印度慢慢開始 沒有把中國的投資放在眼底 他更多外資的部分進來 而且最近外資也是印度股票 股市當中最大的動地 印度市場就慢慢起來了 所以他們對中國 沒有像這樣先前幾年前 那麼需要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 剛剛講這種競合 競爭跟合作之間 確實凸顯出 邊界問題如果沒有解決的話 一切都可以拿來當理由 但是印度結論就是 它現在就掐住簽證 掐住直行 不讓你中國大陸 持續透過印度的勞力 或印度的任何的市場方式 賺到錢 卡你脖子 希望能夠 你說它是真的要解決問題嗎 解決邊界問題嗎 恐怕也不進來 好現在印度方面 在經濟上有了替代方案 也就降低了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不過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政治上 持續看到總理莫迪 他在六月初連任之後 他也罕見的在社交平台上面 和賴清德總統隔空互動 聲言他很期待印台之間 可以建立更緊密的 經濟技術夥伴關係 那莫迪發文的時候 是避開了賴清德總統 這樣子的一個頭銜 但是也希望藉此打台灣牌 來增加和北京交手的一個籌碼嗎 所以現在這邊又成為另外一個籌碼嗎 銀佑老師怎麼看 與其說是增加籌碼 不如說其實現在莫迪他會希望 是在他這個新的任期裡面 先去為他做一個鋪路 或者是我們講是他的一個 新任期的起手勢 他跟中印關係之間的一個起手勢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因為其實他今天是使用一個 非正式官方的個人帳號 來去做一個宣傳的話 來去做一個互動的話 他其實並沒有去違反了一個 在國際上面的正式外交關係 在台印跟中印之間的一個互動關係 所以他其實會用了一種 我們常說一個所謂的另類的方式 去增加他的籌碼 或增加他跟台灣的互動 但是他其實真正要做的 有可能你只是網路上面 發一小段文章 或是發一小段話 但是在日後會不會有可能 在其他的 不管是簽證也好 航權也好 執行也好 有更多的一個互動跟讓步 那我會認為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對印度來講 對他來講 現在最大的威脅 或他真正的一個矛盾 或有衝突的國家 其實不會是中國 而是巴基斯坦 所以其實真正我們可以去看到 中巴之間的一個鐵盟關係 中巴之間的互動關係 這一點是遠超於中國跟其他國家的 甚至巴基斯坦跟他的軍事合作 那這一些對印度來說絕對看在眼裡 那今天對印度來講 他先跟台灣有一些互動 是不是為了讓他之後的任期 可以跟中國有更多的談判籌碼 那這個談判籌碼 倒不是說中印要如何改善 或中印之間有什麼樣的新發展 而是希望今天在巴基斯坦這個地方 或許中國這邊有一些新的讓步 或新的調整 這個其實才是符合真正印度的一個大戰略 好 我們持續來看到其他在印度方面 他最近在針對中印邊境的部署 也開始做了其他軍事上面的準備 他在原地擴編了一個集團軍 那根據了軍事專欄這個報導 我們畫面上特別持續來看到說 位在北部的重鎮 這個地方叫做勒克腦的印度陸軍 中央司令部下令準備要在北部 北方方的這個地方叫做巴雷 巴雷利地區新建一支部隊 翻號18軍 那印度的知名學者也公開了印藏 邊境警察部隊內部報告揭露說 印軍現在規定的19個未來中印都可能會發生 軍事衝突的敏感點作為預設戰場 在這邊他持續的強化是兵力的調配跟部署 大陸的專家也分析如果中印真的爆發衝突 那麼將會大陸針對印度的部分的眾生進行打擊 都是在解放軍可以控制的一個 遠程火箭的射程範圍之內 我們要來持續看到的是中印邊界的問題 現在看起來是實際上只用冷兵器 沒有使用槍炮 那麼是雙方都避免擦槍走火 再讓這個態勢升級嗎 建宗老師怎麼看 沒有錯 目前雙方雖然都在強化附近的軍力部署 但是在衝突的時候也是嚴格的限制 不能帶熱武器 那這個目的我覺得最主要現在的狀況是 因為中國大陸在2020年的時候 它其實是越過了印度所主張的實際控制線 然後去佔領了拉達克地區 班公湖地區 那經過一番的衝突之後 中國大陸雖然從這個班公湖的周邊稍微後撤 但是實際上它還是佔領了 它還是佔領了一個叫德普桑平原這個地帶 並沒有撤走 那現在印度跟中國大陸 現在就是針對這個 中國大陸軍隊在德普桑平原的駐軍是否後撤的問題 不斷地在進行相關的一個談判 那我覺得對印度來講 它當然是希望就是說 中國大陸可以撤回 從2020年所佔領的德普桑平原撤回 最好撤回到印度主張的1962年實際控制線的後方 那中國大陸是認為是說 它現在已經在這個實際控制線的前方 比較接近中國大陸在1959年主張的邊境 所以中國大陸當然現在不願意走 那雙方部署重兵的原因 對印度來講 它當然是要防止中國大陸 繼續採取這個擴張的動作 佔據更多的地區 然後更接近它的1959年 它所宣稱的一個邊境線 所以印度是要防止中國大陸 採取進一步的動作 那中國大陸這邊當然也是要避免 印度也許真的不耐談判 就片面地採取一些軍事行動 或者在邊境上一些狀況失控 導致這個區區域的軍事衝突 所以中國大陸也是想要嚇阻這種情形 所以現在雙方才會在 不斷地在那邊增加軍事部署 增加這個火力投射的部署 但是在前線保持一個節制 那我覺得主要的背景因素是這樣 是 學長 那我補充一下 其實為什麼會在最近 大家會關注到九陸邊 其實跟天后有關 因為其實那一邊的一個高山 所以它相對來說那邊是積雪線 可是現在已經到夏天了 現在台灣天氣都那麼熱了 沒有礦印度 所以其實它當它雪融的時候 就是雙方會開始進行補給的時候 因為你要趁在冬天 雪線上一間 趕快把補給運到山上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共襲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盡在環球發展先